原警 轎車左搖右晃 原警症狀上前攔查 但駕駛不止不配合 甚至大踩油門 溜之大吉 雙方追逐好幾個路口 這時遇上熱心民眾幫忙攔截 駕駛才坐視停車 想不到卻是假象 下一秒他開始倒車衝撞 原警立刻開槍 一連十二聲槍響 還是讓嫌犯順利脫逃 原警隨即呼叫支援 雙方又展開 另一波警匪追逐 最後在新北市三重成功路 才順利將人攔截 壓制來捕 事後警方進行酒測 發現理性嫌犯酒測 只達0.5毫克 推測嫌犯應該是擔心酒駕曝光 在萬華西上街心虛逃逸後 原警在環河南路 再次將車輛攔停 遭到衝撞連轟十二槍 最後嫌犯一路逃到 新北市三重成功路一帶 一度不死心再度倒車 卻被警車包夾動彈不得 自裁乖乖 束手就擒 他就是往後衝撞我 然後我同事就看我被衝撞了 然後就受傷 他就開槍這樣開了十二發 根據了解 理性嫌犯具有毒品及炸妻前科 這回去酒駕照逃 甚至衝撞警方 所信原警傷勢不重 只有膝蓋擦坐傷 嫌犯最終也被依公共危險等罪 移送法辦 就林船有桃台北傳媒報導 我是陳怡榮 播報工作就像是突發新聞 你永遠不會知道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棚內的第一線 總是充滿刺激與挑戰 更多的新聞資訊 請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並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和開啟小鈴鐺喔